张家这口古井60年没打开过 在大家合力之下 把厚重的盖子一开 没想到古井里面竟然有泳泉 打开出意料之外 不到六米深就有水 而且水还是那么清澈 并没有发错 这口古井过去被封在建筑物里 连住在房子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最近因为南铁东一案 隔间被拆除才显露出来 原本出动上百警力借户的拆除作业 也因此暂时喊咖 地方文史工作者勘察 古井内还有少见的警惕 用砖砌成一个个凹洞 方便人下去 而古井也象征台南百年唐叶发展的历史 建政清朝乾隆年间 无通计唐间在当地经营的盛况 不过市府要拆除的立场没有改变 那现在土地上面的地账物 我们本来要强制执行拆除嘛 这个法定程序走到这边 只是后来民众有点意见 反正下来我们再沟通试试看 一口古井延缓了张家拆除时间 但最后能否保住古井 保住张家老屋 居民和市府持续拉锯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